猪肚不要老是煲汤喝,试试这个生爆猪肚,又脆,又扣又残,洗干净的猪肚把肚间分出来,取下来的猪肚间分成两半,再切成这种细丝,加生抽,蚝油,糖,胡椒粉,因为后面要加豆瓣酱所以这里不放盐,再准备配菜,生姜切丝,青红小米辣切圈,泡椒切断,放一起备用油热爆香豆瓣酱,下配菜,炒至断生,然后下猪肚条, 开始计时,30秒后准时关火,最后撒葱段,用余热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,它的口感就像吃田螺,QQ弹弹又有点脆脆的,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